去九份 水壓還不夠 打開水龍頭 居民說這樣的水量只能夠浇花 根本上不了二樓 這幾天缺水的情形 大概已經延續了 今天應該算第三天 第三天 那我這邊還好 是因為我自己家裡有水塔 所以大概家裡面用水沒問題 但是戶外的 表厚的水 就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沒有 那壓力也明顯不足 那如果像社區民眾 家裡如果沒有 那個抽水馬達的 基本上水是上不去水塔 住在隔壁的鄰居更慘 水龍頭根本沒有一滴水 這裡是美德世界社區 去年12月才發生缺水 長達十多天 事隔半年 夏天又面臨缺水 雖然只有兩三天 但已經讓居民受不了 我當然是困擾了 怎麼說 沒有水 因為我那邊還有很多花都在叫花 本來有儲水 除水都頂多也是一天 對 不然人用水就去親戚家裡 這拜四五天就水垢很多 拜六天就好像都沒什麼水 到現在完全都沒水 現在水龍頭滴不出來了 一滴都不行 可能那邊還有耶 對啊 怎麼洗車 對啊 這都打開了都沒水啊 沒辦法洗啊 不敢洗啊 週末假期缺水 居民都在家 地方里長 核市議員 核淑萍 趕緊聯繫在水公司 晚間五點多派水車來供水 只見數十名居民 不管大人小孩 都擠在水車前 提著水桶 來裝自癌水 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就派仁愛區 跟信義區的這個 技術人員到現場來 就是每個那個消防酸 都進行排氣的一個動作 然後也調度其他 做這個排氣的動作 是因為調度其他區域的水 過來的時候 以免他們水進來的時候爆管 所以說他們先做排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昨天就巡一巡 結果後來我們這個美的世界這裡 是屬於高地給水又是末梢 然後整個大聲浪坑地區 又是屬於晚高峰 就是晚上八點到十一點 所以說怕說 從別的地區掉水過來的時候 水壓過來的時候 十一點多 我擔心美的世界這邊 還是沒有水 所以說就拜託我們自癌水公司 調度一台水車 九點半到達現場 讓這個我們 美的世界的居民 能夠取一些水備用 然後到十一點多的時候 水車才離開 那也非常感謝自癌水公司 今天早上九點 九點半 然後馬上派技術人員 來美的世界盡情檢查 這台水公司 從週日下午進行巡檢 將自水閥空氣排出 週一早上 水量已經有明顯增加 針對美的世界不到半年 缺水事件再度上演 這台水公司也做出了說明 星期假日的時候用水量特別大 那因應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致必要滿足全面性的一個供水正常 做供水調配 那由於這個做供水調配的狀況之下 那水池上面的那個水位可能會變化大一點 變化大一點的話 那整個氣 這個氣阻氣要排的話 還要需要一點時間 面對今天 面對這個美的世界這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除了這個 除了說我們那個當時那個水車 送水車之外 那我們人員也從那個星期日 整個為了這個調節調配 我們人員就加班工作到十一點多 那針對目前這個現況的話 我想喔 那我們之後喔 針對這個問題喔 主要還是因為一些排氣不足的因素 那我想我們會請我們那個 我們這個集水管理單位喔 就是定期喔 每個月來檢視喔 這個他的這個相關的管線設備 以及他排水排氣的一個狀況 那以上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跟我們那個自來水公司喔 那個服務所這邊聯絡 我們會及時喔 來做一個反應處理 居民都有反應喔 三年前他們改管之後 才有這種陸陸續續缺水的問題 那我也請自來水公司 能夠查明原因 是不是三年前改過管線之後 才造成民眾這個缺水的原因 那如果說是真的是這個原因 是否他們還要再研印新的方案 來把自來水管改好 讓我們民眾可以免受停水之苦 原來美的世界社區 互數增加用水量成正比 因為處於管線末端 夏季用水量大 要採取調度加壓 未來將定期巡檢自水閥 讓管線空氣排出 避免水量不足的情形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有些人嗎 非常有些人 因為你有涯蓋 是這個地面